好 各位記者女士先生 大家好 那請跟大家報告今天的確定病例 那本土的病例 有4例 那居隔陽性是1例 那 居隔陽性這一例是高雄 今天早上高雄也開過 記者會 那其3例 那還關聯不寧 還在調查中 那境外移入 的4例 死亡的個案有4例 那居住的縣市 特別是有2例 那新北市有跟高雄市各1例 那結合的百分比是89.8 89.8 那 至於這4例死亡的個案情形 那個是不是要先 是羅副要先報告一下 好 我們今天個4例 那 特別要跟大家說明的就是 都有慢性疾病 然後年齡 大概大家比較有興趣 可能是我們的虛號2這一位 40多歲的女性 那 他本身是有這個多重慢性疾病 心臟病 腎臟病等等 5月16號是因為其他的原因住院 那在醫院當中 因為有其他的確診者之後被列為接觸者 在這個6月2號的時候 進行無症狀的採檢 那後來也確診 那後續是因為他有出現 新冠肺炎相關的症狀 導致肺炎跟 呼吸衰竭等等的情形 後續不幸在這個 住院比較久的一段時間 8月8號的時候 還是過世 那其他3位的話 那住院的 相關的這個原因的話 那個 虛號3的這一位 那本身是有 癌症的關係 所以有其他的原因住院 所以這些大概都 後續的死因都是跟 新冠肺炎相關 我們在今天來跟大家做一個 公布跟說明 以上